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ezysoft的二次开发教程 这一节课我再继续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个独立 建立独立模块的这一个前台列表 前台列表 那我们呢还是一样打开我们的后台 那我们是放到我们的 这一个地方 放到我们这地方 那我们前台 我们先到前台去看 我们要类表的话 肯定是要找到我们的这一个文章类表 文章类表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点击欣扫上路 欣扫上路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 类表 一个类表 然后我们找一个看一下有没有多一点的 多一点的文章 好 那我们文章的话可能不多 文章不多 好 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在前台呢 也来做一个列表 前台也做一个列表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好打开之后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第一步啊第一步啊 我电脑怎么有点卡啊 那么第一步的话 我们找到我们这一个文章类表的这一个文件 文章类表的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呢 叫做我们 F AQ FAQ Cat 对吧 FAQCat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也访问我们的这一个 FAQCat 然后呢我们是没有ID的哈 没有ID的哈 然后我们没有ID相反的 他就会把我们呢 呃 输出到我们的首页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一下修改啊 做一下修改 因为我们是直接复制程序的 所以说这样子看进来的话 就还是我们的文章类表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呢 进行一个修改啊 进行一个修改 好 第一个的话是这边是获取ID的哈 我们不需要ID 因为我们FAQ是没有ID的哈 我们只有分页对吧 好 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啊 Cat ID 没有对不对 我们把ID呢直接删掉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Cat ID的什么东西啊 好 Cat ID我们没有啊 我们没有直接叫做我们FAQ Cat吧 加个斜杠啊 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Cat ID啊 然后呢 我们调用的模板啊 模板的话 我们暂时还是调用文章的啊 然后其他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边有一个Cat ID 这个不需要啊 那当前位置 那标题的话 我们直接啊 在这边输出叫做在线问答啊 直接叫做在线问答 那啊 当前位置的话就是我们先让它为空嘛 先为空嘛 然后其他的话这边是获取我们的分类啊 获取我们文章分类啊 获取一个啊 网销售排行什么东西的啊 那这边的话获取我们的这一个啊 推荐商品什么东西的 我们都不要啊 推荐商品这些我们都不要啊 好这边会有一个MAT就是我们的SUO的那个头啊 我们这个SUO头呢也不需要了啊 因为我们没有 好 那我们Keyword的话就叫做在关键字吧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去改啊 然后描述的话就是自己做的一个独立模块 对吧 好 这边是获取我们的这一个文章的总数啊 获取文章总数 size啊 好我们就一个页面让他显示20就好了啊 好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get article content 就是获取我们文章的总数啊 我们呢也获取一下 但是呢 没有这个开的ID号 没有开的ID 我们把这一个东西呢 做一下修改啊 我们看一下查看一下 好 他不是声明到这一边的啊 不是声明到这一边的话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修改 好 我们这边先把它改成FAQ 然后呢 再去查找 我们这一个行数 看它在哪里 好 我之前跟他说过 呃 就是我们 在当前页面找不到的话 一定是在inclus 文件 呃 inclus文件夹下 就是这个文件夹下 我们查到全部 好 然后这边有个lab article 就是我们的文章啊 呃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它有没有引入这个东西 是直接有引入的哈 直接有引入的 那我们再做一步小操作 做一步小操作 我们到inclus里面 lab 好 lab article 我们给他来一个lab fq 好 然后把 fq里面的这一个获取 好 获取分类下的文章的 我们就不需要了啊 我们 看一下不需要的 我们就给它删掉 这个是不要的 然后这一个是要的 对不对 f a q 好 我们没有cat id 没有cat id哈 这边会有一个requirement 不等于空什么东西的啊 我们这个也 呃 不需要理它 and 好 我们直接返回这一句就可以了 好 直接返回这一句 然后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看一下数据库 我们之前这一个是怎么来做的 f a q 是怎么来做的啊 e c 脉子 e d u 对吧 好 找到我们的这一个f a q 啊 我们有这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我们只有 好 到这边都没有 这边是f a q 对不对 好 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呢 回来啊 回来到这边 这边有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会报错啊 是提示我们这个东西不存在啊 这个东西不存在 我们需要改哪里呢 需要改我们公共 呃 公共的那个文件啊 init 也是在我们inclose文件夹下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边引入 我们刚才啊 新定义的那一个啊 f a q 对吧 我们把文章的复制了一个做成f a q 所以我们把这个引入进来就可以了 刷新 好 最后来就存在了啊 存在了 但是这边下面还是调用数据错了啊 调用数据错了 那我们再继续看 好 它会一直这样子下来对不对 一直下来 search id patch search id 我们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啊 然后这边的话是获取我们的这一个文章类表 如果说有关键字的时候啊 如果说有关键字的话 它是这么来获取的 那我们就直接好 这边文章类表我们也不变了啊 然后这边会获取我们文章下的一个 我们直接f a qs就可以了啊 然后page跟keyword page跟keyword keyword我们也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没有关键字的这种概念啊 好 cad id我们也不要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也不需要了吧 下面这个 这边是分页 分页 分页我们先留着 后面用的上 后面用的上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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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的啊 好 那我们做到这一步的话 到这一边啊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刚才删掉的那个行数呢 给加回去啊 好 获取这个文章的我们必须加回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改好的覆盖回去 好 这边叫做f a qs对不对 那page的话就是这样子 keyword我们是没有啊 kat我们也没有 这样子就可以了哈 查找我们的f a qs 好 我们直接这边就直接slack slack信号了啊 well条件我们也不需要 好 outby的话 f a qs faq id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边会找到我们的这一些东西 这边是faq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id就会变成我们的这一个faq id 好 title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户表 我们有什么字段 把它给拿过来用一下啊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name 第二个是我们的content 我们列表的话不需要content啊 不需要空谈我们就直接弄掉 好 这边会有一个add time 还会有个views对吧 最后的话还有排序排序我们也不需要的哈 那我们只需要 好 好 只需要这一些就可以了哈 只需要这一些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返回我们的这个列表 然后我们到列表这边再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刷新一下 好 没有任何文章好 没有任何文章 没有任何文章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错误是错到 错在哪里了啊 错在哪里了 我们在这边打印出我们的 找了air看一下有没有数据 刷新 看上去是没有数据的哈 其实是有数据 只是我们这一个fetchlaw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个行啊 我们看一下获得的行 FAQID对吧 FAQID啊 我们这边有一个变化了啊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是有数据的哈 有数据的对吧 好 那这个改成我们的title就好了 好 这样子吧 我们把这个模板文件也改掉哈 模板文件也改掉 这边呢 变成我们的FAQCAT啊 上面这一边的话 也需要变成我们FAQCAT 然后呢 我们到我们的这一个模板目录下 我们现在是美丽说模板 所以要改这一个哈 把这一个呢 复制一个出来 叫做FAQCAT 对吧 好 出来之后的话 这为什么文章标题等等哈 还有个文章作者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 嗯 不需要吧 没有作者 那我们不需要作者啊 一个是我们的标题 所以说标题我们是 NAM 好 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的数据给调用出来了 数据给调用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分页哈 看一下分页 分页 假设我只有两个哈 我让他两个一页的时候 好 两个一页的时候 这边如果说点 点二的时候 发现没有 没有用哈 看到没有 我们分页这边没有用哈 我们所以说必须把分页这边也改一下 这边呢叫做FAQ 这个 去掉 配置 好 刚才我们是这一个文章 开头哈 我们找到这一个分页 行数 首先找到这个分页 行数 给我们这一个 再inclus 我们来找一下 在这边 Levelman里面 对不对 然后我们需要把 这个东西也找到来 好 OK 那这边的话 他就会这样子哈 参数是不能变的 参数不能变 那我们就不变参数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 Cat 呃 我们也是模仿他的 FAQ 就可以了 FAQCat 那我们没有 Cat 就直接这样子就好了 啊 ACID 因为我们没有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个 Page State 其他我们都不看啊 我们只要这样子来看一下 好 这边有个Build UI 我们也搜索一下 刷新 我们先刷新一下 看一下 好 发现我们分页是没有 没有这一个链接的哈 我们还需要再把这一个Build UI给改一下 好 on Build UI 然后也是在我们Include文件夹下查找 好 他是在空门里面哈 在我们公共的里面 好 这边会有一些参数七七八八的哈 那我们的ARGS 在这一边 那我们刚才那个地方需要做一下修改 这个CID还是不能漏掉哈 还是不能漏掉 给他加回来 好 加回来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直找哈 这一个的是我们 好 文章的文章在这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到这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一个改成 FAQCATID 如果说 Empty 因为我们没有这一个CID 所以说 直接复制下面的就可以的啊 好 另外这一边的话就直接叫FAQ FAQ啊 这边干的是CID 我们就不需要了 直接 直接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没有CID就直接Page 进去 然后SORT Order 跟我们的Keyword 啊 这边也是FAQ 我们没有ID 所以说直接进来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哈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点一下我们的第二页 还是没有链接 还是没有链接哈 还是没有链接 等会儿啊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到这一边来哈 有没有执行到这一边 没有执行进来哈 OK 我们这边也没变哈 这边变一下刷新 好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有哈 我们这边还需要做一下小小的修改 做什么修改呢 我们这一个 end啊 做一个end的符号 我们把它保存到宿主里面哈 我们把它保存到宿主里面哈 因为我们不不不确定啊 因为我们不确定问号要加到哪里去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它填充到宿主里面去啊 然后呢 我们uri 就会 连 等于我们uri 连接我们的 implod 把这些数据 这个数据的话 就用这个end的符号连接起来 对不对 啊 不对 应该是这个才对啊 好 我们把这些end的符号呢 都给它删掉 好 现在我们刷新一下 点击 2 有了吧 3 有分页了吧 好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列表就做完了啊 好 这节课先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啊 下节课我们来讲我们这一个 最后一节课 好